另外看到这个富里乡罗山社区呢 是发动了罢免乡长的行动 但在这个30日呢 乡内的13位村长以及阿美族头目和乡民有上百人 是聚集在乡公所 要来申援乡长陈聪荣 为他来加油打气 而乡长也表示了自己上任之后呢 是尽心尽力的来为乡政努力 而对于乡民提出罢免案 也尊重民众行使罢免权益 多位富里乡地区的村长们 以及各部落头目齐聚在富里乡公所的二楼会议室 拉起海报力挺乡长陈荣聪 有些村民还送上花以及自制小米酒 来为他加油打气 支持乡公所 6月30号上午10点 富里乡13个村长以及阿美族头目 乡民上百人到公所申援 要被罗山社区罢免乡长陈荣聪为他加油打气 为很多的经费 很多的工程 不是在乡长手中可以直接拿出来 还有通过写计划 还有跟各个部门一起申请 才有成果出来 不是第一干建议的 这边请尊重乡公所团队 乡长说他上任之后尽心尽力为乡镇努力 要罢免他室友 尊重民众行使罢免权益 不过从选举开始就无止境被 恶意抹黑还被抓去关了31天 到现在任职一年半还被罢免 想到这里陈荣聪不禁落泪说不出话来 我们也拿到前台湾省 阴眼小症 前省有20个 花脸有两个 一个是比安妮的护理 那你说我们对护理没有做 这件事情我不能接受 所以在各位乡民的支持 我想只要我有做错了 有大家不满意的 都可以做下过程 陈荣聪指各位乡乡的让我霸道了 他说我在代表会恶意追打乡民代表 我从来没有做这件事情 乡长加油 加油 尊重罢免村民提出的 垃圾转运站公所默默关心这件事情 张荣聪说 垃圾转运站是县政府环保局的全责 有跟环保局长沟通 现在计划已经暂缓 乡长说会尊重乡民投票罢免权 乡民的批评指教的地方 公所会深刻检讨 逐步改善听取民众的心声 记者高双双不理想采访报道